实际上中国的美术教育 原来都是书本教育 在最近的20年 才开始有真正的图像教育 这个图像教育就是 实际上是艺术展览 我们原来的艺术展览 基本上就是一些 一些小范围的这种交流 今天的本身的美术 对于普通人的这种关联 实际上是越来越密切了 比如说在上海某一个展馆里面 做它的个展 做回顾展 这样的一种形态 实际上越来越得到 年轻的这一代人的这种喜爱 今天实际上就是艺术 它通过很多很多的方式 在跟所谓的普通人有一种交流 所以才有一个 等于说所谓的 这个艺术和大众之间的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 今天可能在湖南卫视 把它引申为一个一台节目 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一个社会 或者是一个艺术的 这样的一个领域的推广 或者是它的所谓的 呈现方式的一种转变 我们能够从这些转变里面 感受到未来很多的这种 包括艺术创作的这种可能性 不仅仅是艺术的产业链 如何有一种更新 艺术家的自身的创作 都会可以思考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